再好的人说真的你直接从这边程式码去看 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特征 所以我是早上跟各位讲建议可以用工具 就一下可以抓出来 因为同学真的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你稍微分析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抓 都是因为这边而来的 所以像刚刚写的东西 将来恐怕你要去变化 抓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变化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流程几乎一样 你可以先把它的Source先抓下来 我建议是用那个类似 Dreamweaver这样的一个工具 看一下分析一下 会比较快 大概就可以知道你要抓的特征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抓的时候 再用那个Debug Mode 有时候没有办法一次马上做OK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 加入是你的资料 那早上部分的话呢 大概就是先用一个把它读到哪里呢 读到我们Assess里面 去做作业 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就继续来看 如果我今天不需要一个这个东西的话 该怎么办 那比如说我直接用Online的版本 那Online的版本 我这边建了一个专案名称叫Online Money 那里面的话我大概处理 大概把一些重点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第一个在Man里面 我放了一个Test View 跟一个Spinner 还有一个Button 所以三个东西放横向的 所以这边的话加上一个横向的一个Linear Layout 然后这一个呢 因为我不要用一个Array Adapter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如果不用Array Adapter写固定 我就直接用什么呢 用Entries Entries直接建一个 我这边有建了一个叫Money的一个 就是Array Array的一个Stream 一个智串支援档里面要建一个叫Money的一个 智串支援档 直接可以怎么样的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子呢 这个就等于 跟那个写一个Adapter一样的作用了 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讲过啦 就是说你那个View没办法变更 它View就固定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点美工的话 恐怕不能用这种方法 但是如果你只是说 它简单 能够秀出来 那你就用这个方法 另外的话上面有个Pronzer Pronzer的话就是指向 将来那个跳出来的那一个上面会有一个Title 那那个Title如果你不加这个空白的话 它上面秀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有东西 就是类似像 这应该之前都有讲过啦 只是说稍微再把重点复习一下 这个东西啦 请选择必别 如果你这边空白这个就不会出现了 就是 所以我这里的话也加一个智串支援档 那叫Title 丢给它 它就跳出来了 那这样来就是说要处理 当然分别就是宣告 那宣告里面的话 有宣告哪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智串支援档里面 我有键喔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自己再去键这一串 总共money 那这个东西呢 在我云端硬碟里面 也有贴上 刚刚有贴在前一题里面 所以你们如果说 自己揽的打字的话 那可以把它贴上去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 程式里面 我们分阶段来看 当然也是三阶段 所以基本上 这三阶段 应该到目前为止 应该都受用吧 几乎没有 没有程式 不是这样运作的 反正我就宣告 宣告在上面 至少 因为有些 有些书里面 是宣告在下面 那宣告在下面 方法里面的话 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其他方法要去 存取的时候 就会存取不到 那如果放在上面 那这样审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可以存取到 也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会放在上面 因为不希望下一次 奇怪上面要用 其他的方法要用 奇怪抓不到 你要怎么 要把它搬上去 那麻烦 倒不如怎样 你干脆就放上面就好了 而且集中 反正我就先确定说 我该宣告的 有没有宣告 有没有 有宣告到 就是至少 确保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宣告 有点像是MVC架构里面的 那个M的部分 M就是那个 就是 你的Data放哪里 就是说你相关的Data 那比如说我的资料流 我至少要知道说 我将来的相关的资料 我要摆哪边 那里面包含那样的物件 比如说这个物件 其实也是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资料 因为它是一个资料形态 那这里面的话呢 包含我放了一个Spinner 我用S好了 然后一个Button 然后一个Web的UI 后面的话 那这个网站的名称 各位可以从那个 你搜寻那个 台湾银行的汇率 台湾银行空一个汇率 应该就找得到这个网址 那再来的话下面呢 建了List 这个List 这个List 这个是泛型物件 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清单 List 可以放资料 那分别就是 Cash现金的一个买进卖出 跟一个集齐的 集齐的买进卖出 有四个资料 另外一个Item Index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Spinner 点了之后要把它记下来 到底它选的是哪一笔 然后在Learn Dialog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跳出来 这个是要选日元 那我怎么知道它选了日元 就把它存起来 也许它的位置是在 比如说它的位置是在 其中一个 6 假设6 点下去它就记 这个字就6 按下汇率的话 就把6带过去 就可以抓到它的值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连接哪一些呢 就是画面上面的东西 分别是一个Spinner加一个Button Spinner加Button 这两个是会用到的 其他的应该是没有用到 再来的话呢 我们去建立一个新的ArrayList 上面是宣告 下面的话是建立ArrayList 那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用Add的方法 加进资料 所以刚刚做的前面部分 应该都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UILData 那这个UILData 主要就是说 我们将来 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网页上面的全部资料 这个部分的话 UIL传回来就是一个 这个一个String 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的话 就是所有的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 其实Ctrl A 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会变成一个字串 丢回来给你 那你就可以针对它去做处理 那我们把它包起来之后 我怎么去Get 所以这边我写成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在下方 在云端上面 我有放 那这边有几个重点 这个方法里面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东西 叫做HTTP UIL Connection 那它是Java里面的 Java里面有个套件叫Net 原来就有了 本来在Java里面就可以连 连那个HTTP了 OK 它叫做HTTP UIL Connection 这个非常重要 要连接HTTP就靠它 那这样来的话 我们要给它一个网址 并且把它包装起来 那包装在哪里呢 包装在 这一个叫做UIL的类别 我们宣告一个 它也是Net的套件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Net里面 可以做很多事情 几乎可以模拟那个HTTP HTTP Connection的所有动作 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这里的话 我把它怎么样 包装成一个UIL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呢 记得就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网址 这个就是上方我那个网址 所以你把网址包在这里 包在UIL物件里面 利用这个UIL物件 它有个方法叫Open Connection 当它Open Connection之后的话 会回传一个东西给我们 那我们把它强制转型成什么 转型成一个HTTP的UIL Connection 它利用它去做连线 那连线的话 底下会有两个方法 我们两个属性都设为True 也就是Do Input 可以输入 可以做输入输出的动作 那最后再把它做一个Connect的动作 可以呢去做连线 那连线的话 连线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你这边可以再包一下 外面有个Tri-Catch包覆 如果有Arrow的话 会有丢出那个什么 Connection的Exception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那比如说你可以透着一个讯息 告诉使用者说连线错误 请确定有没有连线等等的 会有个Exception出来 OK 那抓回来并且有连线的 那有抓回来的资料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一个叫BufferReader的方式 去把那个Connection里面去get它的什么 InputStream 那InputStream是串流 我们串流 要把它转换成我们的Test 可以用呢 这个叫做 这个里面有个方法叫做 BufferReader里面有个叫ReadLine 这个方法 应该可以理解吧 顾名思义嘛 一行一行读取嘛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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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呢 读到它变成什么呢 知道它里面没有东西嘛 对不对 如果有东西就读啊 这一行有 读 读 所以它是一行一行的读取 OK 读完之后的话呢 就把结果串连在这一个 我们的那个 这个字串里面 然后最后把它Close掉 把连线关掉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Return回来 Return之后的话呢 就把我们最后 串接的结果 这边加等于 那刚刚有同学 就串接的方法 好像漏掉 它就是直接没有加 只有等于 啊 就被你知道 最后 跑到最后 只有最后一行而已 因为没有加嘛 没有串接 所以加等于是串接的意思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结果 Return回来 那就取得什么 取得我们网页里面的所有的HTML 啊 取得的地方 特别注意哦 它是这样的结构哦 啊 不是这样的结构 所以呢 这样的结构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要的 不过 目前好像每个类别是可以帮我们处理啊 其实最好是可以帮我们直接转 HTML标签把它去掉哦 留下我们要的讯息那会更好 不过目前好像没有这么方便的类别 可以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 回来东西呢 就会是HTML语法 那回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透过早上讲的这个方法 它可以切字串 一模一样的 完全没改 就是切出四个东西嘛 啊 就是Cash 现金的买进卖出跟集齐的买进卖出 然后会放在List里面 放在List里面之后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什么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按一下它 其实还好啦 这个点下去 我主要是怎么样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这个变数我刚刚讲过 它主要的用途是 当Spin点击 我要知道说 User点哪一笔 如果你们现在改成List里面 就不用存起来 为什么 List里面点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 也是一样的值 那你可以去直接抓那个 比如说把它TOS出来 当List里面有被Click的时候 你看可以把它写在List里面上面 干脆写一个Landialog上去 那如果说呢 点击之后 那最后是按一个Button 所以这个Button事件 点下去 要把南非币现在的相关的资料 带过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当我点击的时候 也是Unclick方法 对不对 然后New一个 这前面都有讲过 这边叫做什么呢 匿名物件的写法 他讲过了 那这边的话 传进它 我现在的这个 Activity的名称.less OK 然后再来它的Title 它的Message 其实最有问题的应该是这个Message 那这个部分也是去串 串的这个里面去抓什么 抓现在点的是哪一笔 那因为刚好它的对应方式 刚好是一样的 0对0 1对1 所以直接点 就把它记下来 就可以把那一笔抓出来 那最后再放一个什么呢 Positive Button OK 最后记得要点Show 就把它Show出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流程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请各位试着第一阶段 先把这个做出来 那第二阶段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改成List View 或者在下面再加一个List View 点下去一样可以Toast出来 那第三阶段 看看能不能再把它 放到那个什么Database里面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昨天讲的那个 建一个Database 建一个Table 所以你要去想啊 其实那个程式码跟前面一样 其实你很多地方可以把它移植过来 先建一个Database 建一个Table 那Table的话 我们需要有 应该要有六个栏位嘛 有没有 就是汇率有四个吧 然后有一个匹别 再一个编号嘛 编号的话就1到19 然后再来就是音色进去 如果当次要读进来的话 看你是要全部读完之后再音色 还是说读的时候就顺便音色 不过好像全部读完再音色 再跑个回圈音色进去 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最后如果List View 你也可以看看要不要用那个 用那个我们的simple cursor adapter 就是给资料库用的那个Adapter 然后再把结果放进去 这个 但讲的比较快 做的可能恐怕会有点难度 不过这些前面都讲过了 请把前面的东西再拿回来看一下 应该是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先第一阶段先把 这个部分可以连线 那将来各位要抓资料的话 其实就可以套用刚刚这个Uildata 这个方法 你只要把网址改一下 资料就回来 回来之后 比较难的应该是切字串 那个方法